徐楚是贪酒勿势 受伤丢粮 败回了杨平关 把这经过跟曹操这么一说 话还没等说完呢 西蜀军呢 已经把这杨平关是四面包围了 为首的四员大将太厉害 是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呢 看来非把曹操杀死在杨平关不算完 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 立刻吩咐 是全力以赴 登城巨敌啊 巨敌也不行了 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 什么原因 粮草已经丢了 现在是军心混乱 卫军降教 没有想练战的人了 但是怎么办呢 这座孤城守得住不 守不住了 曹操急忙下令 是弃官而逃 不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面 沙条血路 由杨平关里头逃出来 逃也不容易啊 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 就这一逃 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 丢失的东西无数啊 现在还管东西啊 命要紧啊 哎呦 曹操费得这力气哦 可以说好不容易 算由杨平关里头逃出来 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 一切都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 正往前败着呢 呼听韬牢牢一声炮响 把曹操吓了一哆嗦 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 把我的杨平关取了还不算 感情在这儿还安排了一哨人马呢 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 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 看来我这是没走一劫 劫劫有伏兵啊 他刚这么一愣 有人禀报 说大王您看 这少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 哦 曹操定睛这么一瞅 可不是吗 快去问问 这是哪里的人马呀 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来 哗嗒一劲把兵器往安桥上这么一横 在安桥上一倩身给父王十里 曹操一瞅 眼泪差点掉下来 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张 曹操四个儿子 属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 武艺高强 自幼就喜功马爱刀枪 曹操原本呢 想让曹张多念点书 这位念书念不下去 一提啊 抡刀上马 那精神就倍增 有一身好力气 就这样 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 这次奉曹操之命 去平北方之乱 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 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 曹操挂忌在心 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 他来的还真是石块 再满道一步 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 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 曹操安慰他父亲 父王不必忧愁 有孩儿我 是万无一失 曹操保着他的父亲曹操 跪到了斜骨借口 这才把人马扎住 曹操给儿子曹操记了一功 呵这曹操 血气翻钢啊 现在是除鹰展翅恨天地 小马乍行贤路窄 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 他立刻讨令 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帮动 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 带我杀回去 附夺杨平关和定军山 把南正取回来 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 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 您再给孩儿记一功 哎呀 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 心里说傻小子 你知道什么呀 你勇猛是勇猛 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 谈何容易 先别乱来了 带为父好好想一想 破敌之策 咱们是再战不迟 遵命 曹操不好再委拟了 只得是拱手退下 曹操在这儿 整顿了一番人马 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 他烦什么呀 这怎么办呢 往前打 打不了了 而且粮草接济不上 这很困难 忘回退 这一退的话 你说还不得让大尔贼刘备和诸葛村夫 耻笑我呀 这消息已经传出 嘿嘿 我曹操 自领兵征逃以来 所以不是说百战百胜 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 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 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 炸成百战 炸成百万人马 全毁在那儿了 但是不丢人呢 不寒碎 那是胜败军家常事 可是这一次 也不是怎么这么窝火 你瞧瞧 一个痛快仗没打着 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 假有埋伏也好 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 你说这真是烦不烦 曹子这一上火呀 饭都吃不下去了 他手下的几位厨师招了急了 我说 大王总不好好吃饭 这怎么能行啊 谁不知道啊 人是铁饭是缸啊 大王这么劳累 不好好吃饭 不好好休息 哎呀 那身子骨不完了吗 不用说有什么一长二错 就病几天 这些万人马 囤在这怎么办呢 咱们得想办法 让大王爱吃饭 怎么办 这几位厨师 把压箱底的功夫 全都使出来了 把菜谱全拿出来 哼 煎炒烹炸 熬炒 咕噜炖 天上飞的地 跑的 河里富的 草壳里蹦的 南北大菜 中西两餐 回汉两席 那年头还没有呢 你反正这么说得了 尽量做好吃的 这天有位师傅 露了一个绝招 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 这碗汤调的这鲜呢 本来是够鲜的了 这师傅想了想不行 就把这鸡汤倒回去了 干嘛呀 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 往里头这么一放 啪 把那墨子往外一打 随后把那肉搭出来 那鸡汤肉汤 在一块混着 咯 甭提多鲜亮 师傅又放了些佐料 什么佐料 东菜 紫菜 大海米 香菜 麻油 胡椒面 这做菜佐料 特重要 这师傅端起这碗汤 想了想 又放那了 怎么回事 哎呀 就给大王喝汤啊 那也不行啊 这西勒光汤的 怎么办呢 哎 对了 我给大王啊 选几块鸡肉 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 把鸡腿啊 鸡脯啊 全选出来了 往汤里头一放 没留神 蹭 进去两块鸡肋 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 嗨 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 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 放在这自己先端行端行 做菜讲究 晒香味行啊 这碗汤起码占仨字 晒香味 全了 哼 师傅自己做的 自己站在这闻着 都打饼香 这可不容易 因为师傅整天做菜 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 您别看他做 他可吃不了多少 他吃不下去 所以啊 就爱来杯咽茶喝 今儿个这位师傅 胃口都开了 大王见了这碗汤 他准高兴 想着这师傅端着这碗汤 由帐篷里就出来了 哟 来的帐篷外边 疯子一刮酥的一些 这香味 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万里 说的夸张点 反正是够香的 他把这碗汤端进了 中军宝帐 进的大帐来这么一看啊 卫王坐在那儿打腿呢 睡着了 没有 曹操在那儿想心事 现在这位卫王曹操啊 是进退两难 犹豫不决 忽然间 把眼睛睁开了 怎么这么香啊 嘿 这师傅心说行了 卫王 您能闻出香味来 说明啊 您的这味觉 不错 师傅把汤放在这儿 走了 曹操喝了两口 嘿 这汤真好喝呀 怎么这么鲜呢 哎呀 自从离开了卫王府 直到现在 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 曹操点点头啊 他是摊摊摊摊摊 越喝越高兴啊 一看还有鸡肉呢 曹操是连喝再吃 把那大腿 那鸡脯 全吃了 又夹起一筷子了 呦 是鸡肋 就在这时候 巴 杖铃怎么一挑 吓唬蹲到外边进来 上前十里 请大王御下 今夜 君中口号 古代那时候 叫口号 后来呢 叫口令 曹操这时候 正用那筷子 夹的那块鸡肋端性呢 是吃了好啊 还是把它扔掉好呢 夏虎敦一问 嗯 曹操连头都没抬 眼睛盯着这块鸡肋 他是脱口而出 鸡肋呀 鸡肋 夏虎敦转身就走 怎么回事 他明白了 今天晚上的口令 鸡肋 当时就传出去了 这两军作战呢 这口令 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 什么长青啊 翠柏啊 都可以当作口令 这口令本身没什么 不过对敌方 那得严守秘秘 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 往下这么一传 传到行军主部杨修那去 杨修这么一听 什么 大王今天晚上 传的是什么口号 鸡肋 哦 杨修为然一笑啊 他立刻站起来 吩咐手下的军校 来 打点行囊 打点行囊 收拾东西 这奇怪 听说杨主部 怎么听了口令之后 就立刻收拾东西呢 谁没敢问 收拾吧 您想想杨修 他是行军主部啊 他率领着一帮人呢 那不是一个两个人 说是摆挂子这么一批 摆包这么一夹 拉马就走了 这一收拾东西 好大的惊动啊 有人就告诉 夏侯敦了 说是主部杨修啊 在收拾东西呢 看样子 好像要走 啊 夏侯敦吃了一惊啊 这怎么回事啊 快领我去看看 他叫军校领着 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 进来一看呢 可不是吗 帐篷里啊 都没什么了 全都打点起来了 夏侯敦有点着急了 杨先生 您这算合一啊 哎 夏侯将军 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 我才收拾的东西啊 哎呀呀 我奇怪的就是 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 看样子要上马登城吗 正是 那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大王的口号 暗示给我的呀 夏侯敦越听越糊涂 杨先生 大王的口号 怎么会暗示您 要离开营房呢 哎 夏侯将军 你怎么就不想一想 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 鸡肋招 鸡肋这东西啊 是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啊 看来大王无心在这恋战 进吧 很困难 退吧 又怕稀署耻笑 大王正在犹豫不决 进退两难呢 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 看这个意思 大王不日就要离开 邪谷借口 咱就要回许都了 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 哎 故此嘛 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 夏侯将军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 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 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 常言说得好 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 晚起三荒呢 才夏侯敦一听 杨修说得有理呀 夏侯敦呢 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 杨修先生 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 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 无论是身份 学识 职务 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 说身份 你比得了吗 那是太为杨彪之子啊 论学识 此人是才华过人 职务 行军主部 这行军主部 是什么关系儿 按现在的职称来讲 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 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 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 夏侯敦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 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 什么本事呢 他非常了解魏王 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 就是说曹操所想的 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 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 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 他就这本事 所以夏侯敦扶他 听完了杨修这番话 夏侯敦给他拾了个礼啊 杨修先生 您可真是大王之废福啊 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 大王一动一静 您都知道 你太了不起了 我就按照杨修先生你说的办 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 这夏侯敦也回去了 批了扑鲁整个营房 这儿也收拾东西 那儿也打给行囊 你说这夜了多热闹啊 可是唯独今儿晚上 这位曹操啊 喝完了那鸡汤之后 他精神振奋 怎么也睡不着了 躺的那会儿 思前想后的 他就有点闹心 曹操一堵气坐起来 呸上衣裳 登上靴子 手提刚斧 他从大帐里出来了 曹操要干嘛呀 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 他要亲自寻营 他想先到夏侯敦的大营看看 等来到了大营 曹操一看呢 好 他吃力精啊 其实这是干什么呢 只见夏侯敦这军校一个个忙着出出进进 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 杀肚带勒水带 有的在捆情囊 曹操觉得奇怪 这怎么回事 他转身回来了 告诉中军把夏侯敦给我叫来 夏侯敦奉命跑来了 是进仗十里呀 穿见大王 夏侯敦 你在干什么呢 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 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 这是为何 欺兵大王 我们在打点行囊 曹操一听 刷把脸就沉下来了 谁给你的令 让你收拾行装 是主部杨修先生 这位夏侯敦没大回事 坦然自若的在那说呢 大王 杨修先生啊 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 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这还收拾晚了呢 曹操越听越生气 吩咐人来啊 勒一鼓 声仗 随着一通鼓响 文武都到齐了 曹操下令 把主部杨修 赶快叫 杨修一步三摇 大大方方的来到了中军保障 曹操这才问他 是你告诉夏侯敦打点行装吗 这杨修啊 还像没事儿似的呢 他乐了 不错 大王 正是我告诉的夏侯将军 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 我口号传的是什么 启禀大王 您传的是鸡肋二字 不错 我传出口号鸡肋 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 哎呀大王 您想啊 这鸡肋 这鸡肋上面能有多少肉啊 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 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 气质呢 又可惜 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 您不愿意在这会儿 再与刘备开战啊 您急于想回兵 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 我怕走的时候慌乱 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 说完了杨修把手这么一倍 瞅了瞅草草 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 这些文武一听 暗中点头 心说杨修主部是真有本事 真有才学啊 你看看人家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 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 口号下来我们就直到往下传 别的什么也不想 看来啊我们不会分析 这杨修有学问 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 那没办法呀 谁让人家有能耐呢 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 哎呦 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 怎么了 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 今天晚上这一生气 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 都绿了 把曹操气坏了 他一把手抓起了胡胆 啪 往桌子上一摔 怒吼一声 大胆 胆大的杨修 竟敢造谣姿势 乱我军心 刀不复手 将杨修推出原门 闪手 捆绑手过来 嘻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 杨修脸也白了 吓得呀 哎呦 这怎么了 魏王怎么这么厉害 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 是啊 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 把文武也全吓着了 怎么着 大王要把主部杨修给杀了 哎呀不能啊 杨修先生是大财呀 那谁不知道 杨修口才好 学问大 头脑灵活呀 这都是杨修的优点 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 他有什么毛病啊 首先说这个人他是适才放矿 就觉得自己很有才 什么事都拿过来就说 布局小节 而且这个人还很随便 不管什么场合 什么时间 说话不看对象 爱卖弄小聪明 最近这段时间呢 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 心里很烦他 可是这杨修先生呢 他就一点插脚都没有 还像没那么大的事一样 他认为曹操始终对他不错 曹操这个人是很爱财呀 他有雄才大略 善于用人之常 可曹操这本性也够呛啊 他是阴谋狡诈 诡计多端 此人是有权谋多机变 耍权术弄智术 是奸诈虚伪呀 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 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 包括他杀死寻忧和寻忧啊 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 人家寻忧寻忧 为他好 按现在话来讲 仅仅给他提个建议 他就把人给杀了 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 那弥横击鼓骂曹操的时候 把他骂个狗血喷头 他都没上火 硬压着这口气 把这位弥横先生 给送到刘表娘去了 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命 现在曹操可不行了 谁碰着他一点 他立刻就把他斩了 寻忧寻忧那是多忠于他 那也不行 现在的曹操 地位变了 身份也变了 可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 是不可比拟了 那时候曹操多难呢 要人哪没人哪 要地盘没地盘 现在曹操的霸业 已经成就了 那么他每说一句话 每做一件事 他都希望别人呢 是言听计从 俯首贴耳 唯独这位杨修 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 曹操自领魏王之后 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 把这花园修好了 人家请他去看一看 曹操到了花园里 转了转 看看这四十不屑之花 八九长青之草 看完之后 他什么也没说 端性了端性 花园子那门 随后提起笔来呀 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 什么字 活 生活的活呀 三点水一个蛇字 写完了啪白笔扔 曹操走了 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 第二天 让这位杨修先生看见了 别人问他 杨先生 您看 大王在这花园门上 写了一个活字 扔了笔之后就走了 没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杨修看了看 微微一笑 吩咐拿笔来 他把笔要过来 就在这活字的外边 写了一个门字 写完了杨修哈哈一笑 说你们看 这就是我家大王的用意